眼前这个男男估计是最多的龙奥天男主 后宫说没就没说死就死 更是被反派按在地上摩擦 如此当来懵逼的穿越动画 便是来自2019年的神奇动画 《异世界超能魔术师》 普通高中生太医和青梅竹马领 在上学的路上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奇怪法阵 给传送到了存在魔法的异世界 可他刚到陌生的世界里 太医和领便碰上了这附近的最强魔物 黑药马 守护春天的太医让领逃跑 他打算做幼儿吸引黑药马 但这时路过了三位冒险者出手帮助了太医 届时到了魔法和魔物后 太医不得不相信 他们穿越到了异世界中 好在冒险者们热心地给他们带路 恶人才来到了附近的小镇 到镇上恶人得去寻找冒险工会 因为只有成为冒险者 才能在这个异世界赚钱养活自己 至于回去的方法也得先活下来再说 所以他们先到了冒险工会进行模拟测试 哪有水晶球无法测出太医和领的模拟有多少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简单姐姐慌乱地去找了会长杰拉德莱 精致见识缪拉也来了 因为恶人的特殊性会长到缪拉带他们去见雷米亚 雷米亚用更高级的测试道具 测出了太医的魔力量为12万 魔力强度4万 0的魔力量为3万7 魔力强度为5000 恶人怀着精致害俗的力量 太医的数值更是足以一己之力 就能摧毁一个国家 我等我等龙奥天系列嘛 这个我很说 但恶人不会使用这力量 就如同婴儿一般没有傻优 所以力量比领更强一些的雷米亚主动 受恶人为徒 希望恶人能在这世界闯荡出一片天地 魔术师一共有4种属性 金 木 水 火 一般能只能使用1-2种属性 但雷却能够使用所有属性 至于太医 看不出是什么属性 所以雷米亚判断她是魔导师 施展的是魔法 而不是魔术 魔导师需要与精灵签订契约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精灵的力量 而不需要像魔术师一样 经过灵场才能借到精灵的力量 经过几次后特训聪明的力量用自己上科所觉的物理知识 快速地掌握了魔术的使用 而且还能创造出新的魔术 然后太医因为还没有跟精灵签订契约 暂时只有强化身体力量 太医他们还从雷米亚的口中 得知了自己会来到这个异世界 是被魔导师传送而来 因为他们的身份竟是迷途者 这也意味着如果帮助那个神秘的魔导师完成任务 或许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在寻找魔导师之前 他们需要先变强 很快特训毕业后 太医二人再次去冒险者协会申请成为了一级冒险者 每天告诉小任务赚钱 可在一天 他们接受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 竟然有商店货车的世界物被平民们偷运进城里的酒馆 导致许多物价飞速上涨 所以二人要调查人和物品的去向 二人比较勇敢 光明正大进入了那家酒馆询问 却被一群大汉们取笑呜怒 但被打趴下后 这群大汉乖乖地说自己只是个不知情的搬运工 而显然知道一些线索的酒店老板却将他们赶了出去 在太医二人出了酒馆后 就发觉有黑衣人在跟踪他们 和他打了一场 火灼了一个黑衣人安娜交给了会长 婚怒的太医还特地嘱咐会长不要杀黑衣人 随后人就被命名拉带着去做另外一个任务 在一片果园找出偷果汁的小偷 并且击退参与的魔术师 卡西姆便是这次任务的发起者 然而见到农场驻门 太医发现只有卡西姆的手掌 愣得不像果龙 刚到果园就遭到了怪物食人兽的攻击 但被太医和李莹轻松搞定 等到夜晚三人都觉得卡西姆不对劲 可在第二天 他们就真的在果园里找到了三个小偷 随后太医三人直接明说 对卡西姆身份的怀疑 卡西姆也不装了 承认自己就是小偷们的帮凶魔术师 他的目的是来测试太医和李莹的本事 这时卡西姆的同伴古拉米出现了 他是一位追求战斗刺激的人 渴望拥有强劲的对手 随后由李莹和缪拉对战古拉米 刚开始恶人不敌古拉米 然后看起来马上就要被打败时 恶人却突然爆发出力量 原来刚才只是试探古拉米实力的热身运动 然后在达到古拉米时 恶人才发觉 太医已经被卡西姆放出了赤龙元素兽给打爆了 卡西姆他们大费周章了一旦太医 就是为了得到他的力量 只要去福利拿他们当人质 太医就会束手就擒 随后太医的意识逐渐模糊 此时他的脑袋中出现了一个声音 他自称是风之精灵埃利安 埃利安问他 要力量吗 太医没有犹豫 立马收药 他想要保护领和缪拉 那个声音说下不为例 于是太医立马拥有了超强的风魔法 直接秒杀了元素兽 他羡慕了手臂一段的一只和古拉米 落荒而逃 太医也因此牟利用尽而浑水一周 醒来时已在雷米亚的家里 他跟雷米亚说了埃利安的事情 雷米亚分析后便沉静了说 太医的魔导师身份是召唤术师 在这个世界龙族的地位比人族高 而精灵的地位比龙族还要崇高 召唤术师的特别 在精灵可以代替魔术师史书 能够直接释放精灵所给予的力量 太医听完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他便去街上早点 不料就碰到之前抓住的黑人安娜 解开黑袍的安娜身材火爆 此时的安娜已经倒戈工会 在为工会深入调查 最近物价上涨的原因 于是太医并跟她一同行动 二人一路调查到一间房里 发现了一张关于真红契约的图纸 真红契约是一种利用人类兽类的血液施展的禁咒 图纸上写实 被使用了真红契约的小兽群 就隐藏在这座城的地下 于是恶人开始去地下寻找真相 在地下他们找到梅诺和米诺两个小孩 而小兽群就是这恶人创造的 小孩连又无知被骗了 在他们放出无数被强化的真红小鬼后 自己也被袭击了 善良的猜意只要边保护小孩和安娜 一边对抗着500只小鬼 两个只图纸是卡西姆的主人 尼夏故意放的 他要再次测试他和林的能力 他派人将米诺拉抓到地下室 林也追过来了 尼夏告诉我 人这组城市即将迎来魔物大军至少3000只 魔物大军很快就会到城门口 米诺拉和林早已将此时搞职会长 所以城里的能力者都准备好了作战 林先用随我土元素 制造出火山爆发般的大爆炸 消灭了大部分的魔物 一场城市守卫战正式展开 林他们在撒完3000只魔物后已经筋疲力尽 赞场上也只剩下零米亚 米诺拉和林 但这时却又出现了200只真红魔物 在林筋疲力尽无力还击 要被攻击时 他也来了 他已经消灭了500只小鬼 带着两小孩进来支援 男孩在战争差不多到了尾声的时候 竟然又出现了一只爽头龙 高贵龙族是不可能参与地上的战争 这让人匪夷所思 可他也毫不胆怯 让其他人都扯退 自己面对爽头龙 但没有艾丽安的能力 他也无力还击 结实 安娜却像催眠一般的来到了太医身边 还为他打下一击不知生死 看着朋友为自己而死 却无人为力的太医愤怒了 他强烈的情感唤醒了艾丽安 他不再害怕自己掌控不好强大的力量 并坚定跟艾丽安正式签订契约 成功成为了一名召唤术师 太医获得的力量便轻松打倒双头龙 双头龙对他表现很满意 并说这次干预是受某位大人之托 接下来 太医将不断地接受这位大人的引导 日后 他们之间必然还会有战斗发生 所以太医如果想要保护身边的人 就要变强 在安葬好死去的安娜后 太医好好继续努力修炼变强 不过这天 后绝家的女儿阿尔赛纳 奉国王之命来请太医 丽米尔拉和雷米亚四人去王都 王都因为国王和王弟意见不同 而导致内乱发生 所以才会请四人去帮忙 等到王都雷米亚便开门见山的质问 是否是国王将太医和雷召唤而来的 国王承认了 他说想要平心内乱 就需要强大的魔术师的力量 听此 太医有些神气 因为内乱而被带到了这个世界 随时都有可能被魔物和人杀死 太医想要跟国王理论 但是想一想 没有帮他解决内乱 也不可能放自己走 最后公主夏洛特来向太医和雷道歉 因为是他施展的召唤书 而且召唤书一生只能施展一次 所以他深感抱歉 并保证完事后 堵上灵魂也要送恶人回去 太医恶力也是善解人意 所以原谅了公主 也相信他能够做到 太医他们作为外来人 却要成为最强主力 大家自然都不服气也不信任 于是里面安排了王都的女将军和太医单挑 为了不伤害将军 太医只强化了身体 他通过灵活的身法就打倒了将军 让他臣服 将军甚至立马想要嫁给太医 太医想到这次的敌人是人类就有些烦恼 他不愿意立了手上攒满鲜血 希望他回到原来的世界后还能像普通女孩子一样 所以他决心自己来承受一切 在打算去找领的时候 由于不知道领住在哪个房间 他一随意开门就撞见了脱光光的领 这也许也就是战争前的鼓励吧 很快战争终于开始了 太医的爱丽安在敌军面前砍出一道烈牙 敌军并不慌乱 担心举起手上的魔法石发动了远程攻击 这是昂贵的可以使出超出几身魔力的道具 但是这个道具消耗的是使用人的生命 看来敌军并不知道 一直使用魔法石会死掉 不忍心他们死掉而定使用魔术召唤雨电 使敌军全部触电昏道 第一战完美胜利 太医成为城里的英雄 太医在街上碰见了卡西姆 卡西姆不服气自己输给了太医 所以他从临下纳要到了可以控制太医魔力 跟他的魔力在相同水平的道具 警求一决高下 太医同意了 一番打到后还是太医赢了 卡西姆幸福口福 因为战争并未结束 敌军已经在准备发起第二场战争 这是决定胜利与否的终极一战 等到战争开始 太医直升一人潜进了王帝的营上 想要跟他谈和 那交谈并不顺利 冲突一直扶着王帝的魔神 伊尼米克斯突然黑化 他也是听从另一位大人的指示 而施展了玉学的狂师曲 这个魔术会让众招人 化为不知疼痛与畏惧的狂战士 不死不休的杀人 玉学的狂师曲在200年前也被施展过 当时因为这个招式而死了70多万人 现在历史重演 却只是为了将太医逼入困境 王帝的智能人数众多 而且实力强大 为了保护想要保护了人 太医豁出去了 他运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大家的安全 明白了太医意志的爱丽安 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的四大精灵女王之一的希尔福德 希尔福德轻松地将玉学的狂师曲给消除了 狂看日美也恢复了意识 但事情并未结束 因为伊尼米克斯变身成为了魔物 太医对伊尼米克斯的主人 把人命当儿戏的行为感到愤怒 又是开了杀戒 杀了第一个人类伊尼米克斯 不过这也是那位大人的引导 将他也不能先杀人的软肋消除 以便更好地成为日后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对于未来的世界 他也不清楚 对于那位大人 他也还是不认识 他只知道自己现在 只要好好地跟大家一起生活 就好了 而关于回去约翰的世界 显然在没有见到那位大人之前 他们两人是绝对不会如愿的 故事结束 开局直接表明了 我是龙奥天的设定 但才到第四集就被反派按在地上摩擦 主角全员圣母表 蓝主虽然有主角光环 但还被赋予了降制光环 甚至还会影响身边的人 如果不把安娜写刺 或许还不会出现那么低的评分 后宫都死了 这谁还看啊 我也是不信邪等到最后 好在后面还是有点小狐狸 作者从设定开挂 到想要扮猪吃老虎 再到后面总是各种打不过 典型的鱼汤剧炸鱼 还很吃力 这就有点两边不讨厚 所有的同后天呢 所以至于原片该不该去看 九人者见能 知者见知 我个人觉得 谁还能接受 不知道原方 你怎么看呢 我是少年 又名人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